到底一碗的价钱是多少 这个人住的是哪一个饭店? G1 G1在哪一个饭店? Roon number是这个 我们要查它的价钱 我刚刚讲过 我们有个线索在hotel hotel里面有一个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在名称管理员里面有没有这个名称 其实里面有些已经帮我们做 它有一个名称叫什么? lookup price 就是这个 这个范围它已经帮我定义成一个名称 叫做lookup price 这个lookup price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你会发现 第一个栏位就是我们要查的 可是问题 我们好像没有一个栏位 长这样 它的规则是前面一定是 什么呢? 饭店的缩写 加上一杠 然后后面呢加上一个饭店的 哪一个Roon number 哪几号房 然后后面就是可以帮你查到 第二个栏位 就是它的price 所以如果你要查的话 基本上 大概做法 一 请你先在 BIO list上面点一下 二的话一样 什么 不特别注意 我如果直接插入 减4余3用V标函数 那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好像这边没有一个栏位是可以让我选的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lookup lookup 不知道什么 lookup 那个value是什么 我的东西好像这边有一点点 在前三个字 然后再加这个 所以其实变成说你要把这两个串完的结果 这个加这个放到这里 才OK 那怎么办 那我刚才分两阶段 我先把这个加这个先做好 再把这个东西 剪到这边来 处理 后来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所以我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什么 先取消 我的price 我要先查什么 它 是这个栏位的前三个字 如果插入栏位我用什么 用文字 里面前三个字 前面的三个字的话就用什么 laps laps 就左边 左边算过来 test在哪里 在这里 前三个字 所以输入3就可以了 这个的三个字 就g1 1杠 OK 按确定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串接 end 一个什么 roon number C2 然后打勾 有没有 就是我要的 但问题 这个就是我要 我要查的那个lookup value 所以其实 以后如果说你要 查东西 资料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分两阶段 甚至分三阶段 事件都没关系 你就一步一步来 那做好第1步 第2步怎么办 记得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 不包含等号的这个公式剪下来 记得不要剪到等号 因为我要把这一串贴到lookup value里面 再插入什么 减事与参照里面的 V栏数 然后把它贴上就可以 有没有 就是查这个 所以基本上 分两阶段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些 就这个 加这个 我先把它串完之后 丢到这里来 只用 用 减下 然后贴上 记得不要等号 然后去哪边查 去刚刚那个 所以按F3 它会有个清单 其中有一个叫lookup price 就这个 OK 就是让我查 那个我的 里面的 这个 价钱 这个去哪边 特别之后 如果 查回来的话 我要第2栏 因为它这个 对照表 你点一下 它第2 所以我要2 第2 价钱在第2栏 那比对方式的话完全一样 所以就注入0 好 你会发现就查出来 一碗 3800 OK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那理论上 应该 只要你前面没做错的话 很快的就会把 每一个房间的所有的价钱 通通都列出来了 OK 那平均价钱 你会发现 大概四、五千块 八千块的 一晚上 这也没一万块 好像没有 不知道你们 如果 一晚多少钱 才愿意会住呢 你们 现在 一个晚上 超过 两千块以上 应该要考虑 一千块以上 一晚 所以现在我发现 那个青年旅社 好像蛮 热门的 而且青年旅社其实 当然 有 有同学是说 老师你可以住住看 我怕我去那边住 人家会觉得 你 你是 你是来找 找你家的小朋友 还是怎么样 因为那边都年轻人 因为那边都年轻人 而且很多 之前 国外的外国人 背包客 还蛮多的 OK 那再来的话 Among Among 其实就是 把 几碗乘上多少 在 多少钱乘上几碗 反正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公司就是 等于 等于他 一碗多少钱 乘上他住了几碗 这样子打个勾 那Among 就出来了 就是他所有金额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老板交付给你的事情 你可以很快的 把它做完了 也就是说呢 老板是希望说 你帮我把它算完 这边 所有的 BIO ID 里面 他 总共 住的 金额是多少 那请你给我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报表 OK 帮我算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交差了 如果你这些都不会的话 说真的 你可能做到下班 你可能还不知道 没有头绪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 地方 刚刚主要重点 就是 先用什么 用Lapt 先切 然后再跟那个 C2串 再去查询 最后再把 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 这一题大概 就是公式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还是一样 不免俗的 我们要做 所谓的VBA VBA部分的话 其实 我是希望 这边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什么 就是刚刚的公式 帮我直接 输出 一个按钮是直接 把它删除 那这边的按钮是 如果 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边清除掉 这边清除掉 因为刚刚我们做的 就是把 B 到F 这个范围 清除掉 那另外一个按钮 就是把这些 全部呢 再帮我把它分别 完成 所以总共会有两个 工作表 需要做 各式 个别的两个按钮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